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要求美国停止 干预香港事务 我们今天来到美国领事馆 干预香港事务 我们今天来到美国领事馆 是要抗议美国的无耻政客 是要抗议美国的无耻政客 假借去建立这个人权法 来干预我们中国的内政 和干涉我们香港的事务 也是严重踐踏国际法 我们香港的自由 在世界上是排第三 美国是排13 我们比它高10个点 所以它是没有资格去评论 我们香港的自由 香港其实在一国两制下 有高度的言论自由 也有我们的民主人权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香港事务看清楚 美国人是不会这么好死去帮你 他只会搞完美 美国防护自殺 天堡黑白是非 天堡黑白是非 香港的内幕 应该香港人自己去解决 应该是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的内幕 美国是没有权利去干涉 我希望香港人 个个都可以团结一致 去努力去解决一些纷争 最重要就是希望香港 可以回到六月份之前 一个和平和系的社会 在这边 都会令人 你跟住宝贝 打可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